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NLM 频道 今日LM 继续和大家分享关海珊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分享了关海珊在六十年代 即是粤语长片年代的演出 即是粤语长片,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七十年代之后的演出 即是俗语所谓港产片的时代 由1977年开始,首先有一套出龙 1978年有佛山赞先生 接着是剝错大牙、拆错骨 然后是烟布服 接着有一套《红榴春上春》 接着1979年有一套《国师国法》 《伟财龙虎榜》和《愚蠢仔与牛感眼》 接着1980年有阿杀匹炮 接着有《少林佛家大道》 然后是《玉火焚琴》 接着有一套《出错桌头》《法错台》 接着是《邪斗寸》 接着1981年有一套《商人十七》 接着是《老衬当王》 接着是《执法者》 接着有一套《打着英雄传》 1982年有一套《香港机密党案》 然后是《广东小兵》 《横素鱼蛋当》 另外有一套《城寨出来者》 《颠马灵侯》 以及一套《杀出西刑盘》 以及《冲击二十一》 接着是《1983年》 1983年有一套《A计划》 有一套《第一把交椅》 接着是《蓝与女》 《大合审胜衣》 《独谷》 《风水二十年》 《少林与武当》 以及《五郎八卦军》 接着是《1984年》 有一套《年体》 《1985年》 有四套片 分别是《打工皇帝》 《独咒》 《猛鬼逼人》 和《少林苏乞衣》 接着是《1986年》 1986年有五套作品 分别是《连环炮》 《玉袍团》 《天杀》 《凶奏》 和《岳江》 接着1987年有五套作品 分别是《开心快活人》 《天观赐福》 《格世鬼奸情》 《阴阳阶》 和《A计划》的续集 接着1988年有《勇闯独龙谈》 《龙虎智多声》 《猛鬼走》 《如来八卦君》 《靓仔干探》 《猛鬼医院》 和《半潜港》 接着1989年有《追女重案组》 《杀手蝴蝶梦》 和《西雅图大屠杀》 接着1990年《风雨同路》 《苗佳皇后》 《金牌相龙》 和《摩登如来神掌》 接着1991年有《五亿探长雷洛传》 《雷洛传》的第二輯《父子情首》 接着一套《托英党案》 《豪门夜宴》 《花佳神侣》 《滚滚洪迅》 《色江》《至尊无上》 《之永霸天下》 接着1992年有《黄飞鸿》系列之一代宗司 接着《奸魔》《唐西风月恨》 《倒城大亨》之《新歌传奇》 《家有喜事》 接着《呂黑合黄鵡》 接着《龙之羹》《辣守神探》 和《笑傲合义》《黄大仙》 接着1993年有《蘇黑衣》 《一代宵雄之三之旗》 《天山玉女劍》《日洛卡门》 《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 《天台的月光》《景花与刘鸚》 和《一九四九之后之劫后英雄传》 接着还有一套《天若有情》的第二輯 《天长地久》 接着1994年了 《少林英雄之方世辱》《雄欺冠》 接着一套《西楚霸王》《情归何处》 《开法区》《杀人事件》 另外有《追捕野狼帮》 接着1995年《香港重案十六之西環浮屍》 接着是《鞭城皇帝》 接着是《狂野生死戀》 接着是《二分一次同藏》 接着1998年《古惑仔》《情义篇之洪卿十三妹》 接着一套《色降》的第二輯《萬里驅魔》 接着是《九八古惑仔》《龙曾虎斗》 接着是《一九九九年》《荡女痴男》《新高阳医生》 接着是《二零零零》《自从他来了》 和《九龙皇后》《常在我心间》 接着是《一九九二年》《末代响马》《一九九三年》《少林英雄》 和《九四年》《西楚霸王》 这几套电影是中港合资的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关凯珊》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继续留言、点赞和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安雨》的频道 好,下一集就会和大家分享《关凯珊》 在《无线电视》拍摄过的电视剧集》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多多支持,拜拜!